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川普被起诉 梅拉尼亚首次发声 马克龙亲共议题持续发酵 全球议员联署谴责 360创始人周鸿一天假离婚背后有缘机 AI都信党 阿里版ChapGPT面世中共提一要求 为港人发光 前苹果立场记者在台湾创刊新传媒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川普被起诉梅拉尼亚首次发声 美国前总统川普上个礼拜 在曼哈顿被传信后 一些媒体对她和梅拉尼亚的关系 做了揣测性报道 对此前第一夫人的发言人作出回应 据《大纪元》报道 过去几个礼拜 新闻机构对前第一夫人 在个人、职业和政治等话题上的立场进行假设 梅拉尼亚办公室的推特账户 在11日发声明说 在这些文章中 作者引用不具名消息来源支持她的主张 声明之后补充说 我们要求读者在确定有关前第一夫人的报道 是否准确时 保持谨慎和良好的判断力 尤其是当这些报道没有引用川普夫人作为信息来源时 梅拉尼亚没有提供其他细节 她星期日还在Instagram发了一个帖 说复活节快乐 在过去一个星期 纽约邮报、每日邮报和其他小报发表了很多传测性报道 包括一篇题为川普被传讯后在海湖庄园演讲 梅拉尼亚不见蹤影的报道 几日后 纽约邮报发表另一篇文章 说自川普被传讯以来 前第一夫人在同前总统举行的海湖庄园 早五参会上首次露面 而每日邮报在过去一个星期 也发表了标题相似的文章 川普是2024年总统候选人 他在传讯后飞回佛罗里达州的家 向在场支持者发表讲话 由进行直播 纽约邮报一名记者参加了这次活动 并向麦皮鲁首席执行官林德尔 询问梅拉尼亚的下落 据纽约邮报报道 林德尔在走出宴会厅那时回答说 我不知道 除了林德尔 川普的三个孩子 小唐纳德、蒂芬尼和埃利克 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其他支持者包括众议院共和党议员 盖茨、Mark Gates、泰勒格林、Tayla Green 和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候选人 莱克、Kerry Lake等等 马克龙亲共议题持续发酵 全球议员联署谴责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结束访华行情后 声称欧洲不应在台湾议题上被捡入美中冲突 并避免沦为美国的附庸 随即引起国际舆论批评 据新唐人报道 来自全球15个国家30多位重量级国会议员 在10日发表联合声明 强调马克龙的上述言论不代表欧洲 台湾人民的声音必须得到尊重 这些国会议员来自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他们在声明中指 该联盟成员对马克龙的发言感到非常失望 并谴责马克龙判断失当的言论 不单无视台湾在全球经济的关键地位 更伤害了国际社会维持台海和平几十年的努力 声明强调 马克龙的发言和全欧洲 乃至全球国会议员的感受都严重脱节 跨国议会联盟30多位成员因坚定信念而团结 深信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都必须被抵抗 而台湾人民民主的声音必须被尊重 声明还说 IPAC成员将尽一切可能确保北京对台湾的挑衅立场 会从国际社会收到它应得的敌对回应 参加联署的议员包括法国、瑞典、立陶宛、德国、日本、澳洲、乌克兰 和欧洲议会的对中关系代表等等 来自15个国家的重量级议员 另外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议员罗德根 也是一条推文中说 马克龙以设法将他的中国之行变成一场有利于习近平的公关政变 和一场欧洲的外交政策灾难 他补充说 这位法国总统在欧洲越来越孤立自己 美国联邦参议员努比奥质问 马克龙是代表整个欧洲说话吗 现在是欧洲的最高领导人吗 如果是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做一些改变 首先欧洲特别是法国 七十多年来一直严重依赖美国去加强自身防御 欧洲议会对中国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 4月10日谴责马克龙访华是一场灾难性访问 据侯舌新华社消息 4月6日中法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当项双边合作文件 当中法国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公司当日宣布 和中国签署了160架飞机的批量采购协议 总价值约200亿美元 资深出版人颜纯欧发评论说 这次马克龙访华 只是一种戏码 法国得到经济甜头 而习近平也无法扭转国际社会的敌对趋势 只是一场空欢喜 360创始人周红衣天价离婚背后有玄机 在今个月初 360公司创始人周红衣90亿元天价离婚的消息引发关注 之后离婚式减辞的声音不绝于耳 有分析认为事件反映中国财商大佬们担心中共政局不稳 据360公司公告 周红衣仪将个人持有的360公司 6.25%股份转移到前妻胡宽名下 折合公司当下市值约90亿元 消息之后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最近两个月 无论是在公开场合或是与投资者互动那时 周红衣和360都大谈特谈当下非常火爆的7GPT 引发360股价大幅上涨 年内涨幅已超过200% 市值重回千亿 就在这个时候 周红衣宣布离婚 有网友质疑她是离婚式减辞 360日前急发澄清公告说 周红衣和胡宽女士友好协商就股份分割等事宜 作出相关安排 相关权益变动对公司经营管理没有实质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规备减持限制的情形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透镜咨询创始人放育清对陆媒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次离婚事件受关注度高 无非是所涉市值极高 同时周红衣个人树大招风 另外他认为套现的可能性是存在 旅居海外的中国时政评论人张淑田日前对大纪元说 周红衣离婚消息一出 360股价即刻下跌超过5% 这个说明 多数持股股民认为它是离婚套现 规避风险 张淑田认为 事件反映的是中国富人的恐惧 他们不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 最担心中共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 A股实控人天价离婚案并不少见 涉及爆款个股太康生物 菜腾股粉和信节电器等等 其中太康生物实控人杜伟文尼婚案中 分割财产达235亿元 被称为最贵的分手费 AI都要信党 阿里版CHAT-GPT面世中共提一要求 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11号 推出阿里版CHAT-GPT通意签问 说通意签问可以与人类进行多轮对话 据民安创作能力 未来将接入阿里巴巴所有产品 同日中共网信办发布 新程式人工智慧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要求新程式AI产生的内容 应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综合六媒报道 2023亚里云峰会日前在北京召开 亚里云智能首席技术官周证人说 通意签问是一个超大规模的语言模型 功能包括多轮对话、文案创作、 逻辑推理、多毛泰理解、多语言支持 可以与人类进行多轮交互 融入了多毛泰的知识理解 具非常强的文案创作能力 可以逐写小说、编写邮件等等 可极大增加工作效率 还可以写提纲 新城商品描述 根据菜名新城食譜 写情书甚至写诗 中国的国性证券对比 测评了通意签问 百度的文心一言 Chad GPT和New Bing 结果显示 通意签问具备一定的基础常识 和初步逻辑思考能力 但在复杂理科计算方面 仍有提升空间 而在文字创作领域 它已具备相当的实用性 尤其是在语言翻译领域 表现较出色 国胜正券说 通意签问尚未达到GPT4的水平 但处于中国国内领军水平 阿里巴巴推出通意签问当日 国家网信办发布 新城市人工智慧服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意见稿明确要求 新城市AI产生的内容 应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得含有颠覆国家政权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煽动分裂国家 破坏国家统一 和可能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内容 纽约时报之前引述 史丹福大学 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学者许成刚说 中国的聊天机械人达不到7GPT的水准 是因为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绑手绑脚 以至聊天机械人的研发受限 另有观点说 美国总统拜登去年签署的晶元禁令 也影响到中国聊天机械人的研发 为港人发光 前苹果立场记者在台湾创刊新传媒 自国安法生效以来 香港传媒界陷入寒冬 不少传媒人流散海外延续新火 由前苹果和立场记者 在台湾创立的媒体光传媒 11日正式启动 光传媒在自我介绍中说 由前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记者 所创办 顾问团队包括 前南华早报总编辑Mark Clifford 华盛顿邮报资深评论员George Wargen 前香港电台麦博主持Steve Vines 资深新闻工作者程祥 前立场新闻董事练月珍 前端传媒总编辑李志德等等 光传媒在创刊池中说 过去两年 一间又一间的传媒机构被逼结业 紧守光位的新闻工作者身陷凌遇 新闻业界在打压下被白色恐怖笼罩 但风雨飘摇 越是无力越是偏执 决定再次出发 立足台湾面向国际 继续为香港人提供属于大家的新闻 文中解释 选择了Foton作为英文名 是希望发出一点光 哪怕只是极其微弱的一点 让我们能互相看见彼此 文末表示 无道不辜 在通往光明的路道上 就让我们依靠着彼此 一起等待那线晨光 据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 日前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 目前至少有几百名传媒人以来港 而数目还在不断增加 但由港人创立的媒体正在海外站稳阵脚 形成一个新媒体社群 延续捍卫新闻自由的使命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